甲评凹新作即将与读者见面,山本描绘秦岭画卷。 中心网北京3月30日点,记者、高凯记者30日从作家出版社, 获熙招名作家甲评凹最新长篇立作《山本》将于4月3日全面上市与读者见面42案子的《山本》, 是甲评凹创作四十多年来的又一部长篇立作该书讲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 大山里一个叫窝镇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席, 能乱是李奇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运。 甲评凹新作《山本》基于文社山本,人物众多群像各有面目小说《气韵饱满贯彻》时中, 对于秦岭山水草木,勾叉村寨的勾画, 对当地风物习俗的描写,清晰而生动, 识读者如至身其中正面描写游击队、政府军、玉队旅、保安队、土匪、 山贼之间异常场错综复杂,度武装冲突,有情节有细节有声有色, 充分揭示了其间疑似我活的血腥残酷贾平凹在该书后继中说,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 那一年面对着旁扎混乱的素材, 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 和我在课本里觉得在影视上见的, 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 何机会在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 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 在追捕兔子兔子钻尽偌大的荆棘藤漫里狮子没了, 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 鼻脸上尽落些苍蝇, 据悉甲平凹原意试写一部秦岭的《反文体草木记动物记》, 却不由得成为一部红阔而具有艺术内韵的历史小说, 三本描述的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地区的社会生态, 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 李作家已读到的体察和历史观表现了底层民众的声, 命苦难寄予着作家真切的悲悯情怀, 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评哦, 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 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 对于社会的意义, 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 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